中国南岚已经结束了今年夏天的征战 杜丰在线上采访时不点名批评了 辽宁南岚的赵继伟 矛头直指这位CBA的超级巨星和总决赛的FMVP 能在总决赛这种级别的舞台上拿FMVP的 大概率是这个联赛里的超级巨星 意外情况会有 但很少很少 可是现在看起来赵继伟这真的是偷了属于郭亚伦的奖杯 为什么要这么说 杜丰的话语当中已经能够看出 这次南岚的后卫谁的发挥最差 这次杜丰在采访当中就直接表示了 南岚的后卫们绝对是有需要提升的 最需要提升的是什么呢 个人进攻能力 他就直接表示 很多人都说看他每次出征名单里 带后卫带的多 动不动带五个后卫六个后卫 十四人名单甚至带七个后卫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一路上有连续的伤病和场外的意外情况 后卫们能够全勤的人数是少之又少 而且考虑到后卫站在的是防线的最开始的位置 一上来就要面对对手的一个冲击 还要自己负责球的组织运转还得得分 压力很大 所以多带几个后卫 大家一起分担压力 这是杜丰当时的一个想法 但是他为什么说中国南篮的后卫还需要提升呢 因为杜丰觉得很简单 南篮的后卫线进攻能力明显不足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现在面对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包括欧锦赛这种超高水平的比赛里 人家都不是那种一对一的全场的盯防了 你后卫一个挡拆之后 经常会选择换防 NBA里有很多队伍会选择无限换防 例如火箭以及之前的卡尔特人等等 无限换防之后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换人之后要么就是小打大 要么就是大打小 他要求南篮的后卫 你要是在大打小的时候 你要把球顺利的输送到你的内线队友手中 这需要后卫传球能力非常出色 有组织能力 更重要的是小打大的时候 能不能把球打进 人家换防用中锋防你 你都没有办法单挑对方进球 这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杜丰觉得南篮后卫的进攻能力必须提升 否则无限换防换完人之后 你连进球都做不到 好不是有个侧位你要打不进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用 而杜丰这种话就差直接就说赵纪伟了 显然南篮最差的后卫 至少说进攻能力这一点上就是赵纪伟 没有质疑 南篮现在正牌的六大主力后卫 郭爱伦 赵纪伟 孙明辉 赵瑞 胡敏渊 徐杰 你说谁的进攻能力最差 赵纪伟就是独一份 整个市域赛六场场均1.3分 1.5个失误 得分比失误还少 单场最高分是3分 又两场比赛的得分是0分 这就是赵纪伟的表现 打巴林和哈萨克斯坦 两场比赛加起来 疯狂出手 五中零拿到1分 场均0.5分 还是只靠罚球拿的分 两场比赛 赵纪伟运动战进球是0 就这还是总决赛的FMVP 你说杜峰点的 进攻能力不足的后卫究竟是谁 孙明辉在联赛里内 是能随便砍高分的存在 他的进攻肯定不是问题 郭爱伦就不用说了 就进攻起家的 胡敏轩 他的传球能力其实也很一般 进攻能力很出色 赵瑞是一个全能型的指挥官后卫 你让他得高分他也得得了 之前市役赛的时候 甚至有过场均18.5分 拿MVP的表现 最后一个徐杰 徐杰跟赵纪伟一样的组织能力出色 但人家徐杰能打五球 能投三分 亚洲杯有个第四节 连进三个三分的场面 赵纪伟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杜峰就相当于是矛头直指赵纪伟了 赵纪伟的进攻能力这么烂 而杜峰说你要提升进攻水平 那如果回去之后 他还在这一点上做不好 以后的南篮国家队 杜峰直接大换学吧 他除名也不是不可能